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外卫直接来脚掉门 这球打得不错啊 很有想象力 观察到门将陈俊玲站位靠前 快发出来 给他左边 这个是不越位的 掩手宽 扣过来 船中 哎呀 太拖沓了 再给中落 直接脚低射嘛 这脚打门是大偏了 继续推动进攻 向前传 陈俊 左脚的传中 头球的攻门 这下顶得比较正啊 远射的尝试 这脚打门打得太正了 对于门将帮助来说 并没有什么威胁 但是15号进墙 这一次的射门呢 势大力尘啊 球开出来 给他后点 头球百度给到门前 门将单卷 将球击出 还有二次进攻的机会 再撩了进去后点 凌空的扫射 这一下打高了呀 左侧 看看陈蓉怎么选择 倒三角给到中路 中路倒了 头射 这球进了 比赛来到第64分钟 大年昆城啊 还是进球了 进球队员是55号 米尔扎提艾蒂 这是刚刚替补登场的队员啊 进去里的一同乱战 抓住了一次 头射的机会 成功呢 是在主场啊 将比分改写为1比0 面对两名放手队员 前场一打二 左边路有队友接音过来了 这下颤球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 好 裁判吹了反规哦 看看反击 推进到了右侧 选择内切啊 找队友做配合 背身拿球 再给中路队友远射 这下打高了 是 换下的是37号 中锋陈佳琪 好的 随着主赛班的三声哨响 这场比赛啊 也是落下了帷幕 大年昆城呢 如愿以偿 在主场啊 全取三分 再用足处的转护 这都有领备的感动 凌亿的片证事 那么 可能是可行吗